HELLO 大家好 在2020年因為受到疫情的關係 我相信大家都不能出外去旅行 Staycation 是唯一我們可以住酒店的方法 今次我就來到這個Conrad香港 去試一試他們的酒店服務 大家一起看看 今次我住的是位於48樓的行政樓層 經過一條長長的酒廊 去到最後的房間就是 而酒店為了加強客人的信心 在消毒的房間之後 他都會用一個膠紙貼住房門 這樣就代表已經消毒了 入到房間之後左邊就是客廳 客廳最大的賣點 就可以看到中環和維港的景色 猜猜這是什麼 登登 就是電視機了 我們繼續看房間的其他部分 這個是客廁 另外這邊有一個主浴室 裡面有浴間 浴缸 還有另外一個廁所 我們看看浴室用品 都是上海灘的出品 進入睡房之前 有個小小的咖啡廳 你自己可以隨便享用 另外下面有mini bar 進入睡房看看 有King Size的睡床 另外我們外網主要都是看山景的 日常來說 沒有什麼特色 但其實到晚上來說 都有另外一番的景象 還有Welcome Guest方面 都做得很好 例如這個放在首飾盒裡的 一個巧克力甜品 非常好吃 好 好 我們現在 就來吃這裡 一個比較signature的 一個brunch 叫做brunch on the eggs 其實裡面的東西 是很豐富的 不要以為它是一個brunch 就看少它 我們首先去逐樣去看一下 每樣東西的食物 基本上 是 個人覺得來說 比一般酒店的泡妃 更豐富一點 這裡其實已經出了一個地圖 告訴你 究竟這些東西 是放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就是每人會有一份mink 最主要都是吃海鮮類 這些沙子 其實可以隨便再買 還有 食物 你看到這裡有這麼多 它是一次過會給你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mink 我們可以先看看裡面的材料 其實裡面有龍蝦 有青口 有這個貝類 有這個長腳蟹 還有一隻大蝦 這個mink 它的粉量不是酸 很多 但提供 它的質量 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我試一下 就這樣試一下 味道 鶴冰 這個蟹是太冰的 有一點 那不如試個龍蝦 蝦肉 成夠 水準的 蝦肉 有水準的 不是一般的 這些是雪的好吃,還有好吃的味道 我繼續吃,我會順暫介紹魚叉的食物給你 好了,這裡有任吃的,我最喜歡吃的魚子 這個是它叉來的 不是那麼多人喜歡吃的,是它叉,因為是生的 這個魚叉我試一試,好不好味 因為它的種類不算多,都是普通的三文魚 這些魚 今天試一試,是不是新鮮 嗯,新鮮的,偏甜的 我喜歡的魚子,它是整間吃的 那是怎樣的 很滿足啊 如果有碗白白就好了 其實這裡有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就是有些巡迴演出的攤檔 它會有一些不同款式的食物 是不定期在那個攤檔裡出現的 那剛剛輪到這一款 就是一個龍蝦湯 這個法式的多士 這個多士就塗了一些法式的醬酒 那是蘸這個龍蝦湯就吃了 我吃不到這個醬是什麼味道 因為龍蝦湯實在太濃味了 那在這個龍蝦湯裡其實有魚 還有呢,我有一隻蝦 這個龍蝦湯很濃味 超級濃味和鮮味 我這個魚也是,因為這個魚好像是鮮狀一樣,有味道和暖涼 很棒 剛才說有很多主菜,其實可以無限任叫 叫了一個是魚,鴨魚 另外一個是鴨魚的蝦 其實也是鴨魚很喜歡吃的 我現在馬上試一下鴨魚是否好吃 這個魚其實每次都很好,小小的魚 又不用吃得那麼飽,但又可以試很多樣 這個魚很鮮甜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火腺菜嗎? 我喜歡吃火腺菜 將它混在一起,鴨魚的鮮甜味更甜 因為火腺菜本身是稠稠的 這個魚真的很好 好忙啊,我現在要試一下 蝦,蝦又配了這個,好像鹽菜頭 很厲害 這個就是蝦蛋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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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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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嘗嘗嘗嘗 這個呢 是北京蝦蛋 這個是魚豬 這個是北京蝦蛋 這是北京蝦蛋 這是柴子 是北京蝦蛋 又中又西芋蛋 不知道吃得到哪個 Tyrrell 還有看那些不易時留吃的醬味味的味道差不多 當然是新鮮熱的,是一條產品很適合 嘩,這麼快又叫我做一口名了 今次就是牛來的,Cantalon 我今次叫做Medium Wave 因為我不喜歡吃得太暗了 現在是燒焦了,我都不切下去,我覺得有少少少 還有醬汁 很冷韓 對 嗯 剛剛好的肉質都很鮮 不過炒完後是乾了一點 如果乾了一些醬汁,就更加好味 好 好了 現在 我現在吃了一個N-Trop N-Trop了,我就在上面吃了 這個也很辣 我竟然覺得這肉是西班牙蝦豬,但這些都不適合 羊味,如果你不喜歡吃羊味,不想用蔬味,這個就適合 因為它很少蔬味在裡面,不太適合,我真的覺得它的味道很適合 好了,來到尾聲的話,這個crunch有一個最大賣點就是一套甜品一次過你 我們看看吧,哇,好豐富啊 我不做的,要介紹了,我隨便試吃一個吧,試一下這個,好像拿婆娘的物體 很好吃啊 作為一個餐,這個是一代完美的句號 好了,吃飽了,我們上launch坐 看看吧 這個launch最大的好處是外面的風景很美 但是,它是很小的,而且真的沒有什麼 有一點飲料,有一點飲料,沒有什麼有snack 或者什麼的那些,就是乖 那... 對,性在夠清淨,沒有人 你可以上來享受一下,坐一下,跟朋友來聊一下,其實都可以的 各位觀眾,是不是沒有看過我這麼放鬆呢? 不過我沒有東西看的 話說呢,就是小弟的餐日呢 就是入住這間酒店的那一晚 那所以呢,酒店很好啊 它都安排了一個小小的surprise 包括有一個很小的蛋糕,有紅酒 有一個很大的果管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服務都幾周到的 那雖然這個蛋糕就小了一點,不過我OK的 哎呀,這個,先放下來 不過呢,這個呢,就不是他們送的 這個,是...對啦,別人送給我的 那這個是不包的 記住,下次如果你來的時候 沒有這個公仔的呢 不要去complain別人啊 切完蛋糕,看著這麼漂亮的夜景 真是很快就睡著了 好啦,那到食早餐時間了 那我們是可以有三個地方選擇的 分別呢,就是現在在LL樓層的 Garden Cafe 或者去到牌堂L層的Lobby 或者呢,我們也都可以上回Executive Lounge 那裡呢,都可以吃早餐的 那它根據酒精所說的來說呢 地下這兩個Cafe的早餐種類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Executive Lounge那裡應該會少些種類的 那呢,我現在就拿了一些Cold Club 和一些特材去試一試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都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因為這些是很容易吃的東西 其實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看看一會兒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再跟你們說吧 好了,那即叫即制暗裏 一般酒店其實都有的了 那這裡也不例外的 那你叫它去order 然後它就會做給你了 不過這個暗裏的水準呢 我就覺得有少少要過盡 你看一次,漏了濕出來的 好了,那試一下這些味道 嗯 這個雞蛋都跟一般的暗裏沒有分別 一般酒店都跟一般的暗裏 這樣就... 不果不忽,也都沒有什麼 絕對經驚喜 嗯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上了這個 Sendative Lounge 那看到剛才的櫃補 很明顯是比客人 是小一點,少一點的形式 那不過這裡最大的賣點 當然就是問題的食 就是出售這個最美的 這個味道的形式 如果你想多點東西吃 如果你想探望景或靜一點 你可以上來一個Lounge 其實這裡的泳池真的不算大 不過因為現在限制令的關係 所以它是相對少人 但如果你想曬太陽 這裡就真的曬氣了 因為其實這裡地面都被一些建築圍圍 那你找的是什麼呢 對面的玻璃王牆的大廈 反整個陽光曬下來 你那邊就能曬得到 不過如果你說純粹在這裡 聊一會兒 其實是不錯的 好啦 吃完 玩完 探完 又是時候check out啦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 like share 和comment 拜拜 我喜歡我的意思 對面 y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